美阻碍伊核协议重回正轨 综合外媒报道 美国和伊朗近期在伊核问题上 释放多重信号 向外界展现合作意愿的同时保持对抗姿态 展望未来 美伊双方重启伊核谈判 仍存在诸多撤种 地区安全也面临严禁挑战 10月27日 伊朗副外长阿里巴盖里卡尼 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伊朗同意在11月底前恢复伊核谈判 新一轮谈判的唯一目标 是解除美国对伊朗的非法制裁 美国政府10月29日对伊朗四名个人和两家企业实施制裁 理由是涉嫌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及其下属圣城旅的无人机项目提供关键支持 核武器在伊朗国防战略中没有位置 当前的僵局是美国和欧洲三国不负责任 不理行承诺及违反联合国安理会 第2231号决议造成的 他指出 如果美国放弃特朗普政府此前错误的对伊政策 美国重返伊核协议 以及取消对伊制裁这一目标将很快实现 日前 伊朗被动防御组织负责人格拉姆里萨贾利利 接受采访时表示 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是伊朗汽油销售 遭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 尽管现在无确凿证据 但从分析角度看 攻击由以色列 美国和他们的代理人实施 伊朗外交部长阿卜杜拉西扬称 若美国真的有意重返伊核协议 拜登完全可以通过发布行政命令达到该目的 根本没必要进行这些谈判 若美国究析盟友进一步强化对伊斯压力度 伊朗或在军事上采取更加激进的举措 逼迫美国让步